然后你就看到这个造势现场 有个非常特别的场景 谁要选呢 当然是赖清德要选嘛 蔡英文要下台了 那蔡英文致辞结束之后呢 赖清德上台 然后呢下面的人就纷纷离开 这个也很不寻常吧 满满的会场出现了空的椅子 当然这就意味着 这个蔡英文阵营动员来的嘛 所以怎样被动 这个蔡英文走 我们就倒定间 有种这种概念 但是以过去的选举的 总统大选的这种情况来看 是相当罕见的 那在这个不分区的部分 这个赖清德办公室不是 蔡英文办公室不是也发出了声明吗 这个不分区有没有 都是这个赖清德提名的 我们是没有介入的 这个切割的意味相当的明显 相当明显 那另一头呢 我们要看看这个赖清德 在现场说了什么 他讲的好像有道理有数字 但你仔细看 如果说你长期关注辣碗报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是怎样 只在大数字当中 责取一个小数字 是符合他的政治正确 现在看我刚刚跟大家讲 他上台 一大堆人就当场离开 这是个重要的警讯 这个蔡英文 他的支持者会不会就很顺利的把票投给 这个移转给赖清德呢 另外一头赖清德在现场 他告诉大家 刚刚讲的还是这个去中国的概念 他说今年来台湾农产品对美日韩 加拿大等国加强外销 持续增加 那现在呢 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占比最高国家 已经不是中国了 是美国 我们现在输往美国的农产品 占总值的17.5% 对中国以前是20% 现在掉到了12.9% 今年还不到10% 所以他得到一个论述叫做 国民党说只能靠中国的年代 已经过去了 台湾目前的经济实力 不必也不能走回头路 你觉得这一段 哪里有点怪怪的 我就跟大家讲嘛 说谎嘛 你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 不只农产品好不好 很多啊 我们出口到这个大陆的品项很多 但他单单把农产品 这一小块挑出来 一小块挑出来 那辣碗报 我们做了一些功课 我们把整个全体的挑出来 给大家看 在今年1月份到7月份 我们台湾对中国的总体的出口 占多少 35.4% 看到没有 35.4%是叫相对低点 因为以前都是四成 现在是35.4% 对美国的出口占多少 16.3% 差一倍 但这已经是对美国的相对高点 这个已经是对中国的相对低点 所以告诉大家 最大出口国 还是中国大陆 别忘了蔡英文主政到现在 已经快要坐满了 在她的任内 我们还是一样非常依赖中国大陆 在出口在经济上面 所以赖清德不敢告诉你全貌 他只能单独把农产品挑出来 农产品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陈吉仲的主政之下 过去有没有斑斑有石斑 然后斑斑也没有石斑 然后阿兵哥吃凤梨 吃这个那个吃这个 吃了一大堆 所以赖清德有没有 他告诉大家 他的数字是正确的 但他只挑我们所有出口当中的 农产品这一小项 总体数字不敢讲 还有呢 记不记得财政部在7月 就开始打脸赖清德 财政部7月说 台湾对大陆的依赖度 确实比较高 这财政部说的好吗 这是这个蔡英文总统 任内的财政部说的 今年上半年 我们出口大陆呢 占35% 远远高于日本 也远远高于新加坡 当然远远高于美国啦 另外呢 日韩对大陆出口衰退 是总出口减幅的两倍 相较于台湾对大陆的 出口衰退呢 总出口量减幅是1.4倍 显示什么 台湾对大陆依赖程度 远远超过日本 韩国 新加坡 我再讲一遍 就是蔡英文主政下的财政部 告诉大家 蔡英文的施政的结果就是 我们台湾对大陆的依赖程度 远远超过日本 韩国跟新加坡 在总体来讲呢 当然是第一名啊 对不对 第一名啊 那你看到特别是蔡英文 在任内五年之后 2022年 台湾对大陆贸易的顺差是多少 四成哦 对不对 1565亿美元 民进党执政从201640% 2020年到了43.9%啊 2016年开始执政 到了2020年四年之后 43.9%啊 你蔡英文这么轻忠啊 原来蔡英文这么轻忠 是不是啊 所以台湾基本上 对大陆的出口占比 都在四成以上 那今天你只告诉我说 没有哦 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0%咯 是不是选择性的讲 院老师你怎么看 不诚实的 我从姚立民讲起啊 然后再谈到赖青 这个姚立民让我很惊讶 以前我印象中的话 他讲话眼睛瞪得特别大 感到眼珠子快跳出来一样 然后后来的话 他让我很惊讶 更惊讶消息 变成了民进党的一个总干事 选举总干事 结果我就非常期待 他会露出什么 像你的眼珠子都快掉出了 对感觉上 我自己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我跟你讲 我后来后来发觉 哇他今天这个话 一讲的首战集中战 这个真的是大忌讳 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哀兵必胜 那骄兵必败啊 那还得了 对不对 我必须要坦白讲 那吴志佳讲的话 因为那个美丽党的民意调查 就是他的嘛 对不对 他自己的评论就是说 这个选举当中的话呢 民意调查参考一下 上上下下 他只有参考的价值 让大家看出来这个趋势嘛 那你现在的话呢 讲这种事情的话呢 其实我说句良心话 这个姚立民 这个变来变去的话呢 也无所谓 但是他基本上 他这个号召力是比较差的了 我所有任的人都对他摇摇头 都不晓得该怎么讲好 因为实在是你变得太快了嘛 你算了看他参加过 多好个不同的党派 那但是呢 这个赖庆德 我必须坦白讲 赖庆德讲话 一点魅力都没有 真的是一点魅力都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 我觉得侯友宜现在讲话 比他有魅力 讲的 因为赖庆德讲话本身来讲 侯友宜讲台语非常有魅力 但赖庆德讲台语 跟讲国语 一样没有魅力 然后所以人会走的话呢 完全可以理解 最主要的 没有魅力的情况下的话 他不但讲话没有魅力 他还要坚持 自己讲出一些实际的数字 这些数字都是幕僚给他的 经过三三减减 然后的话呢 就是又没有话术 所以讲出来的话呢 一下就被打脸 台湾的经贸 怎么可能不依赖大陆嘛 两个原因 一个地缘的关系 你隔这么近 大家都知道 有上百万的人在大陆那边 对不对 台湾人在那边工作 这个大家都很明显 承认这个没什么 这是事实 另外一个的话呢 同文同种啊 你要了解大陆人 对台湾了解 台湾人对大陆了解 有的时候真的是 一样的情况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台湾依赖大陆 或大陆依赖台湾 本身来讲就是互相的 这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吧 你现在讲说 这不依赖大陆 你应该讲是实话吗 你到底还要不要选 再加上你已经稳赢了 那你干涉就躺着就行了 对不对 那基本上的话呢 政治跟经贸上来讲 你都搞得不对 而且我要强调一句话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目前为止的这个选举的 你要看 除了看趋势以外 你要看气势 我们看这个趋势当中的话呢 就说科比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是趋势很明显 气势谁上来了 当然是好康佩啊 对不对 好康佩 大家感觉上 这个名称上 各方面这个气势上讲 我们现在遇到的 至少就 我现在带来消息就是我们台大支援系同仁们也很关心啊 大家都觉得见面的时候原来是哭上了脸 现在的话呢笑眯眯的 为什么 因为感觉到气势上来了 我们为了这件事情的话呢 大家经常在聊 就会觉得说 至少我们有个努力的重点 这个努力的重点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气势的集结点就在这里 大家就会把这个选举本身当成一个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 那大家都很努力啊 对不对 不管怎么讲的话呢 我们知识界的人有知识的想法 那其他的话 工商业界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难道每一个人都不懂自己的福利前途在哪里吗 所以就想一想就知道了嘛 所以说非常感谢姚立民啦 好感谢姚立民啊 所以我们赖晚报 今天把这个赖清德讲的话呢 我们自己这个把过去的数字 这不是我们讲的财政部讲的够可信吧 所以都一定要给大家看 大家知道这个政治人物的话术 只挑自己喜欢的奖 但至少总统大选对于台湾来讲非常重要 向左转向右转是战争还是和平 所以你看到 以这样没有告诉大家全貌的赖清德 大家自己去做判断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 他在意味着什么 在暗示着什么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确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